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厨娘偷吃了一块鱼 结果隔天就怀孕了的故事 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城镇里 军官和他的妻子 幸福地生活在这里 可两人结婚多年却仍旧一无所处 妻子着急地四处求要 这天一个宋子神婆告诉她一个秘方 只要在子母河里 找到宋子鱼 抓一条吃了就可以如愿以偿 可军官丈夫却对此不以为然 奈何嫁不住妻子的夺命连环空 随即派出一队士兵前往一探究竟 士兵用以物换物的方式 如愿地得到了宋子鱼 快马加鞭地给厨娘烹饪 可他心的厨娘却自己偷偷吃了一块 还顺道将鱼骨头丢给了自家猫咪 结果第二天 厨娘女猫以及军官妻子全都怀孕了 很快军官老来得女取名小花 厨娘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小白 岁月如梭 转眼间两个孩子都出了成人了 小花在父母的溺爱中顽皮地长大 小白子天生神力 从小对于劈柴就是手到擒来 举重那更是没话说 自然而然地继承了父亲铁匠的工作 而也是这一简单的举动 撩动了小花那颗少女心 可小花的父母也就为她举办着香荆晚宴 晚宴上一阵狂风袭来 三个恶魔写重金才要求取小花 却被标问的小花砸得一脸懵逼 最终在军官父亲的强强攻击下落荒而逃 可三魔却并不甘心 一经商议 他们一人撞到空中将月亮藏在了怀里 一人将星星藏在了口袋里 最后一个更神奇 直接原地拉伸将太阳藏在了裤裆里 这恶魔不愧是恶魔 连藏太阳都这么与众不同 就这样小镇失去了光明 军官看着陷入黑暗的小镇随即下令 谁可以恢复光明 我就将女儿下给她 看着貌美的公主 在聪明猫的帮助下 小白勇敢地站了出来 而后带着聪明猫 扛着大木桶 熊啾啾气昂昂地出发了 到达目的地后 她掰断一块木板 恶魔老大出现在她眼前 两人一言不合 恶魔并化成一团烈火 想要烧死小白 松明猫也差点遭了殃 小白举起木桶就化解了危机 真是so easy 就这样月亮重温了天上 老二一看那是气不打一出来呀 奈何智商不再现 被小白忽悠地化作石头 装在了石头上 就这样星星也去陪伴月亮了 接着小白又召唤了老三 这老三还是有些实力的 毕竟是能把太阳藏在裤道里的人 一口气吹过 松明猫都差点被吹走 可一个喘息的功夫 就被小白用铁锤打晕了过去 最终老三被当的战利品 带回了小镇 小花和小白也忠于 有情人终成月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